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看脸我是忍不出来 一直以来的话 刚才给我的感觉也是很一般 虽然以前在战斗联赛上面有过一段时间相对不错的表现 但是现在已经是完全回到老样子了 如果他比赛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边是12地外双 同时我们看很注意细节 阿顺的第二个房子是往右边飘一下 看看你有没有在我们家里边 因着造个兵营之类的 防一防大招 毕竟两人地图 什么也没有看到 双农民同时出去 这个是裸双加探路 不错 这个上次小baby也是在这张地图上面裸了个双 期况狗狮一起造 科技速度相当的快 有点选择的选择 有点选择 有点选择的选择 有点选择 有点选择 就能积获竟提高 少年一月 contributions 即使ине 只换个例 狗只换好也是只造一只狗 因为 ami 两只狗 更像刚才的став 教主的那个谁呢 特别太那个 不太一样 人家就第一时间造了六只狗 还是这种一只不农民的 比较科学一些 速造六只狗的话 就是以封锁对手的侦察为主 哎哎哎 这个这个农民放二了 他估计是点矿的时候 直接完成一个克隆 结果就导致有些农民会散二 农村方面的裸霜 已经是被农村看到了 哎这里地堡的位置 我们看修建的很骚啊 还是在基地上面 而且农村方面 就是需要尽快地解决掉这个SV 这个SV非常讨厌 外面还在不停地补充农民 哎哎哎哎哎 反正慢 刚前是两兵以后才放下了BA 先把这个枪兵数量捕得比较足一些 那么这裸霜的话又是苏尔兵营 人族第一波压制是非常凶猛的 但是由于地图比较远 而且对手是一个两级地速科技 所以第一波也没有必要压了 人族就老老师在在家里面 把这个防守工作做好 然后等待着自己出门的那一波 再说 这边狗速已经提好了 非常的快 但是没有截到这个农民 按理来说的话 他房子在看着呀 知道对手的农民奔出来了 这个狗怎么没有去截 还是说这个农民出来的时候 绕过了这个房子的视野 让视野外出去的吗 很奇怪 这边激江兵也是来保护一下自己的农民 四只提速狗 对这个农民是没有威胁的 二气放下 气矿 哦直接放了三矿 这也是经典的四只提速狗 拖三矿的打法 不过这三矿似乎是没有气的呀 想到开了没有气的三矿 就有点像布鲁斯档的感觉 龙塔虽然造好快到好了 这边卵没有多留 会不会是 不知道这个卵留了多少 现在的话 差不多龙塔造好的时候 主控精力确实是三个卵 哦 哎呦 哎呦 这打得太奔放了 太奔放了 这你真不怕被队友侦察到吗 人家气象兵加护士 这波和人很猛的 直接捕捉死命赢 看到对手朱飞龙 直接死命赢 强压 这个选择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他是一个 裸霜的开局 裸霜的开局 人都这么打 打这个 打这个action 这个战术 可以说是完克 除非是action 飞龙甩的太好了 这 哎呀 这个四矿要被侦察到的话 那人都可以乐开花了 这蔡秦表示 自己一定要将这个战术直行到底啊 你居然敢开词况 你在忽悠我吗 你太看不起人了 捕方攻打 稍微补一点 哦 直接就压出去了 对 压得越早越好 四兵的后续 不用怕 虽然说一工可能生的晚一些 那毕竟这个可是四兵的后续 而且裸霜的人都 经济无压力 四兵制造的很早 甚至是 他如果乐意的话 还可以再步两个兵 那下面有几点设置的也不错 二皇地宝处都已经是拥有了 这个金阳兵在里面防守 他说是后方的防线 做多大翁一师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正面的进攻 这阿顺已经感觉到正面压力很大 飞龙被迫的是不能扫耳了 来直接是跟金阳兵怼 哎 这里飞龙数量也不是很多 后面飞龙没有能够续上来 现在要打这波金阳兵就很困难 好 这边金阳兵站上了高地 这个高地非常关键 站在这里是一个乔头堡 这样就可以掩护后面的金阳兵后续 可以来 可以来跟前线的金阳兵会合了 这波金阳兵就在高地上面跟这进行操作 不过赛琴的这个操作显然是这个金阳兵打飞龙操作 还不是特别的好 不无所谓 现在他主要是战术用的好 这个兵够足 兵够足就行了 还不进攻吗 该去了啊 去的早去的晚 去的 这波肯定是去的越晚 威力越大 因为兵多 但是再深入晚一点 对方的勒克就出来了 所以是这个很难掌握 一定要在 哎呀 这金阳兵什么操作呀 五个护士的金阳兵就可以是 一直打兴奋剂的来跟飞龙进行操作 保持金阳兵永远有兴奋剂的状态 永远有兴奋剂的状态 金阳兵打飞龙 那是什么概念 这边阿世甩了好多的金阳兵啊 又得等后续了 这个蔡琴对于金阳兵打飞龙操作 做的实在是怎么样了 好被包夹掉 漂亮 这一波包夹太关键了 这样的话 人都有一波后续没有能够赶上的时候被包掉 这边 还好还好 这边护士都保全下来了 这样的话 这金阳兵还在 再来进攻 这边阿世继续的续飞龙 对于崇敦说 如果续飞龙虚太多 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但如果能够把这些金阳兵甩光的话 那就相当的不错了 这样的话 后面转了可以安全了很多 现在飞龙必须要再上一波 不能够给人都再次后续的机会 我们看虽然是造了四个基地 但是并没有运作经济 还在不停的补兵 连三气都没有开 好 这边龙狗再次包夹 漂亮 但是 但是对手的后续又来了 狗上狗上 往右跑 对 这样的话 对手的裤势没有办法加血 哎呀 不过还是没有甩光 其实战术上是太克制 而且人都一攻已经升级好了 阿世续在防守这波的时候 压力非常大 然后还很亏 一直是江江去太典 可以把人都吃掉 其实只要他第一波的吃 把那五个护身 能够顺便吃掉的话 后面就好打很多 哎呀 这一波上的有点冲动了 不行啊 连龙很乐意 这样子拿西洋兵给你换 他后面的科技 已经是在攀升了 本来就是裸霜 水晶是特别的多 用这个西洋兵给你 换你的这个经济发展 那实在是太赚了 说你这盘比赛 要凶多吉少啊 这样我们的教主就上不了场了 这个阿顺同学 你被卖的西北也就算了 你连菜鞋都打不过 这让人情何以堪 阿飞龙全部死光 现在人都可以随意的进攻了 虽然说重途勒克已经是被拖了出来 但是数量很少 这个时候重途的话 只有四个机率的重轮 就需要疯狂的补充经济 自己的防守面又实在是太广了 他到处都是破绽 人都四处都可以进攻 当然人都也是 比较的害怕被同盟诈骗 不过阿顺显然没有在这方面 有太好的造诣 根本就没有进行什么同盟诈骗 可以让人都别切入自己的矿区 就非常的悲剧 这个基地是肯定没了 好 这边啊 这边蔡琪也是表示我叫打基地 这个意识是不错的 只不过只要打掉基地 就就是绝对赚了 剩下再再打掉什么东西都是白赚 终于诈骗了 这边又是一次进攻 塞贝达塞贝达 哎呦 您没来达吗 这次进攻倒是被阿顺给守下来了 很不容易 但是 这路依然是保持着一个明显的优势 这个重图还没有升级三本 人族的科技球已经是在造了 这是什么样一个科技速度的差距 人族由于是裸双开 经济一直是非常的好 随时农民也是从来没有死过 随时就可以把三矿开出来 正面还可以一直保持压制 似乎是出了一个运输机 哦 果然 但是被老师看到了 现在阿顺赶紧造两个自杀 之前由于是这个三矿速造自杀 被竞争冰给秒掉了 我这现在可能手头没有自杀用 哎 用勒克尖反攻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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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个勒克埋的位置太悲剧了 哎呦 这两个坦克 这几段坦克太帅了 刚好的一个完美意识的回防 哎 正面的SK 与勒克尖的对决 还没有打起来 哎呦 阿顺这边 表情啊 已经是僵持状态了 啊 孔芳把这个运输机给 这个讨厌的运输机给撞掉了 哎 家里面已经人要麻烦了 啊 四矿处也是有着威胁 家里面也是被人家打光 阿顺已经是 埋头苦笑 看来是放弃比赛了 哎呦 你被卖的轻费就算了 你怎么连太琴都打不过呢 哦 哎呦 讲比赛也是 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主要是自己的那个 自己开磕矿的这个打法 被人家侦查到了 实在是太愚蠢了 他有他在有提速狗的情况下 被人家的USB把家里看光了 这个实在是 就是那个农民如果他 接到的话 后面局势发展可能就完全不同 就是这个细节没有做好啊 本来说的是那个农民出门 这个有经验的同族是肯定知道 人族这个时候要拉一个农民出门的 包括他已经有一个房子在显现侦查 全场人族这个关键的一个SAV出来了 导致自己后面是完全的崩盘 被人家彻底也针对了 这样的话我们 阿顺卓励的表现也是没有能够让教主再次的获得出场的机会 把4比1战队 1比4战队今天变成了2比4战队 输给了熊英斯塔斯 感觉这个KT的这些选手们的表现是越来越差了呀 在战队联赛阶段 体型是 完全不值得期待了 回到SKT那边是不是应该已经很顺利的拿下空军了啊 不会让KT这边打的这么缠绵 虽然说